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走三心 第一 不喝酒 人说喝酒务势 人喝高了往往控制不住情绪 平日里压抑的情绪都会被宣泄出来 因此经常造成意外 第二 不喝无名酒 酒桌上推杯换盏自然是少不了的 但也要提防被人灌酒 原法处理才是厨师之道 第三 不喝不敬酒 能坐在酒桌上的未必都是知情好友 被人借着敬酒的名义 调侃 挖骨也很正常 但切记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 不比三物 一 不比财物 二 不比房屋 适当的要点面子无双大雅 但够度攀比 赢了虚荣心 受了忌妒 只会助亲朋之间的勾心斗角 三 不比孩子 孩子成绩好坏 性格优劣 走归是自己的骨肉 既不能替你活一辈子 也不能脱手卖人 何必要拿出来这么高价呢 不走三亲 一 不走势力亲 二 不走重力亲 三 不走无情意解亲 虽然不是说本性难移 但毕竟随着年龄增长 这些性格慢慢沉淀下来后 就很难再去改变了 这也提醒小伙伴们 关系记不代表就是好 人品最重要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